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他就是秦国 战国七雄最终腿花下的 为什么是秦国呢 公元前362年 秦宪宫去世 太子迎娶良即位 此时正值战国早期 魏国因为率先变法而成为霸主 在魏国的打击下 秦国岌岌可危 当着列祖列宗的面 曲良有话不得不说 数百年来 秦人一路向东 艰难图存 从犬丘到齐山 从齐山到雍帝 先祖木工 城霸戎敌 地广千里 乌云总会遮住太阳 君臣猜忌 上下失序 为人沾我河西 杀我人民 国家危在旦夕 国家危在旦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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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个太子不能即位 一个国君和亲人被沉湿深渊 贵族专选内乱不断 国君招不保险 战国七雄 秦人出身最为卑微 山东六国一直视秦国为蛮夷 甚至不愿与秦国结交 秦氏子孙再也不能自相残杀了 父亲的大怨 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еле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须类不敢忘 aven轻选内乱不敢忘 棧臣一席 你知死 六国才能看得起秦国 从今天开始 寡人征聘贤才 无论秦人 还是山东之人 只要有谋略 使秦国强大 寡人为其高位 奉其土地 大王 谁是公孙央啊 他就是公孙央 大王 想邦定得不轻啊 一会儿让我用你 一会儿让我杀你 到底是用你呢 还是杀你 你赶紧离开我一国 相邦放心 大王既然不肯听你的话 用我 又怎会听你的话杀我呢 走啊 走 相邦保重 走 走 你 过来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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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名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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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国人公孙央 来到秦国 公孙央心怀大志 秦孝宫迎去两 渴望一个扭转乾坤的大才 魏国为何不用 君上万万不可被口舌之徒蛊惑 祖宗之法 上谷之礼 你 只能 说变就变哪 君上 上大夫之言 似陈苍烂迷 不值一审 前世不同教 何谷之法 帝王不相赴 何礼之巡 智力国家的方法很多 只要有利于国家 何必在乎它是古法 还是心法 君上 上大夫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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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公孙央 你个无名之辈 竟敢如此无礼 灯 灯武之妄也 不寻苦而行 婴下之灭也 不义离而亡 凡谷者 未必可飞 尋离者 为祖多事 辩者横强 不辩 必将覆灭 君上 大争之事 你死我活 当辩子便 你 君上 按时而立法 一事而治理 唯如此 方可度假 你 我 音寻守旧 寡人看不到秦人的前途 王大夫 今日起 公孙央任 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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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 君上 不可 反对公孙央者 不同反对寡人 军上不可呀 不可呀 军上 军上 军上不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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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知北门者 赏五十斤 朔术长公孙央 公孙央是谁啊 没听说过呀 谁也没听 谁也没听说过 多多忙呀 哪里吧 已知北门者伤五十斤 这傻子呢 朔术长公孙央 这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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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肯定是人的 已知北门者伤五十斤 这不有责过了吗 这就是个情态嘛 这不是傻吧 他不是这么老贩 对 对 对 由春秋到战国 中国 中国进入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 王国灭种 随时都可能发生 变法实在一心 公孙央的眼光 瞄准了数量最为庞大的庶民阶层 国家要强大 必须依靠人民 变法的第一步 取得人民的信任 五十斤 五十斤 你真是有孩子的 你真是有孩子的 你老公也会玩吃了吧 你老公也会玩吃了吧 你真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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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数长公孙央 这就是五十斤 立必行 立必行 发必依 你说的是真正的呀 不是 在国军和人民之间 隔着世袭的贵族结残 他们是国家的蛀虫 是祸乱的根源 必须彻底铲除 你们要干什么 迎前出发新法 罪当论出 哪儿 我是秦国公子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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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咱们公孙央 我还要面见国军 带走 我要面见国军 走 走 快走 太子触犯新法 宣布公孙谷有罪 法令之所以丧失尊严 皆因权贵之王法 律法面前 人人平当 贵族犯法 与数民同坐 七国之中 秦国的贵族传统本来就弱 再加上国军义无反顾的支持 公孙央的新法 首先消灭了秦国的贵族阶层 不 都没有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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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杀的孙羊呀 孤僧羊的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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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干什么 你们这些人既不种田也不打仗 这国家有害无力 请我不需要你们 在贵族之后 世人也成为心发打击的对象 这些人只知道咬文嚼字胡言乱语 如果他们得势 农夫就不会辛勤种地 士兵就不会在战场上活命 大卖货物 我上脚梁是什么 其妻女 罚为官奴 放过我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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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国也不需要商人 商人不是生产 投机钻营 卖空卖空 扰乱人心 求求你了 快走 冲犯新发者 有罪 冲犯新发者 有罪 冲犯新发者 雷霆犯的措施 是全国震慑 冲犯新发者 从此 秦人为新发是错 再也没有人敢议变法是非 再也没有人 因为权势或财富 挺而走行 新发 逐渐渗透到了每一个秦人的血液 公孙杨认为 国家必须全面而有效地控制社会资源 尤其是人力资源 所有人口都要登记 男子成年之后 必须单独利户 否则税收加倍 人口严禁流众 国家发给人民土地 私有土地 神圣不可侵犯 人民和土地 从此紧紧捆绑在一起 国家要富强 只需要耕和战 人民只有两种职业 农服和战士 平时种田 战时打仗 耕战是人民唯一的获利途径 唯一的上升通道 秦国就这样变成了一座大兵营 一家大农场 公孙杨认为 民若则国强 有道之国物在弱 民若则尊官 民辱则贵绝 民贫则重伤 公孙杨的目的 公孙杨率领秦军 大败魏军 魏国从此不敢欺凌秦国 首级一个 既攻一等 攻势决 首级两个 既攻二等 造势决 秦人获得名利最主要的通道是军功 军功以斩杀敌人的首级数量而定 高压之下必有良民 重赏之下必有勇死 公孙杨的希望是 民之剑战如恶狼之剑肉 这样的虎狼之师 哪里还有对手 经过公孙杨变法 古老的秦国焕然一新 推行军险制 统一渡两行 迁都咸阳 公孙杨塑造了全新的秦人 秦国一跃成为强国 公孙杨的荣耀也达到了顶峰 赵良拜见大良造 至理秦国 我与百里西比如何 大良造承诺不杀我 我就直言不讳 秦法不以直言而杀人 请直言不讳 百里西做相邦 虽疲倦也很少坐车 虽剩下也不打散盖 而大良造每次出门 前呼后拥 戒备森严 上书中说 是德者昌 是利者亡 大良造的所作所为 可不算是德 大良造承诺过不杀我 都下去 我不杀你 说 你杀戮贵族 监禁庶民 诗经上说 得人者兴 诗人者崩 你的所作所为 也不算是德人 一旦现在的国君去世 秦人将如何待你 赵良真的不能想想 住口 我初来秦国 秦人如荣帝一般 父子不分家 男女同居一室 是我 公孙杨 改变了秦国 令秦国更强大 秦人 难道不该感激我吗 赵良 你胡说八道 在大良造的面前 众人皆扶手听命 没人敢说真话 大良造 公子迎前已经八年不出家门了 公孙杨 公孙杨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悄悄地降临 常君 来到秦国 也已经二十年了 商君经历之旺盛 犹如当初 而寡人的身体 却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寡人 羡慕商君哪 军商是不朽之身 秦国离不开军商 寡人离世后 望商君待太子 如待寡人 秦国离不开的 是商君哪 军商 寡人 累了 军商 秦孝公去世后 太子即位 这就是秦桧文王 公孙杨在商地享福 很久都不来都城了 先去在世的时候 老夫也和公子一样 不敢出门 十多年了 秦人只知道公孙杨 不知国君 不知国君 商君 束手就擒吧 大王 或许会饶你不死 仙君在 我是大梁造 仙君不在 我是秦国的敌人 秦人怕我 国君记恨我 我早就该想到 今日的结局 丈夫纵横于天地之间 死又何惧啊 公孙杨死于秦法 而他是秦法的制定者 秦法为国君而定 国君是最大的法 当一个人的权势 威胁到国君的时候 盼难逃一心 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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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孙杨谋粉 车裂 一三组 报应 公孙杨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解缺人物 其心肠之意 手段之扣 结局之惨 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 都很难找到相似之人物 鸿石为超俊 仗一二十 商鞅之后 秦国就像一台装备精良的战车 只要驾驭者既已精湛 他就会一往无前 秦惠文王之后 太子迎荡即位 还有人想试吗 君上 终于超聚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孟奔 跟着寡人 做秦国的都尉 谢志胜 迎荡尚武 尤其喜欢历史 性格怪异的迎荡 能否驾驭秦国 这辆战车呢 爱业喝酒 迎荡即位的时候曾说 此生能够游历落役 生死无恨 生死无恨 天下之大器 莫过于九鼎 一鼎一州 九鼎就是九州啊 这是雍州之鼎 当归秦国 寡人带回咸阳如何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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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王定定于太庙之时 未曾挪动半尺 大鼎众有千军 自古以来无人能举 无人能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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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人今日就来举顶 猛奔 你先来 你是寡人的第一历史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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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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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大王!大王! 大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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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雨沉沉 淫蕩猝死在遶宜 王位空缺 秦国突然陷入腥风血雨当中 迎荡无子 王室各方开始抢夺王位 在燕国做人质的迎记迅速返回秦国 幕后指挥者是他的舅舅魏冉和母亲米八子 母亲 我儿又黑又瘦 燕国风沙大了 真不是个好地方 米八子是先王的机器 庶出的迎记似乎无法继承王位 但未然不这样想 我儿坐 从明日起 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 商鞅打造了一辆接近完美的战车 但驾驭者何格与否 完全依靠天命 这是君主集权制度的死结 也是这辆战车无法修补的软肋 你 你 平庄 你做不了国君 人命吧 依然 你 也不会有好下场 魏然依靠武力 杀死了嫡出的公子盈壮 诛灭了王室所有的反抗者 内乱杀法的历史似乎又在重演 密巴子就是宣太后 她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使用太后成为的女人 我就喜欢大王这胡子 太后 从头 到脚 我都喜欢 宣太后是一个强悍的女人 为了扩展秦国的疆土 她依然杀死了自己十多年的秦人 义驱过国王 盈济被霸道的舅舅和母亲赋上王位 她能驾驭好秦国这辆战车吗 寡人要见太后 太后吩咐 今日谁也不见 喝一杯 好 见过母后 舅父还没到 一定是睡过头了 打小就这个毛病 改不了 舅舅来了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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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大王 老臣高兴 多喝了几杯 来晚了 舅舅这次大败魏国 如何行上的 芈蓉 你来说 掌兄鞠躬至尾 大王说了算 斩首十万 放地 麻城十座 十亿 寡人要设宴 靠劳舅父 不醉不休 如何 好 恭贺掌兄 恭贺舅舅 恭贺舅舅 赢继虽为秦王 但国家大事都掌握在太后和相邦手中 太后的两个弟弟和另外两个儿子 号称四贵 四贵 四贵权势熏天 富可敌国 小臣拜见大王 谢大王 当贵族势力开始抬头 秦国面临危机的时候 又一个世人挽救了秦国 这个人叫范居 先生 请教导寡人 先生 就没什么跟寡人说的吗 小臣听说相邦即将攻打齐国 大王知道吗 知道 秦齐不相邻 攻打齐国 对秦国有什么好处呢 对秦国没有任何好处 但对相邦却有大力 相邦可以借机扩大自己的封地 我在山东 听说齐国只有田文而没有齐王 我来咸阳 听说秦国只有太后和相邦 而没有齐王 好大的坦赞 好大的坦赞 寡人无礼 下着仙上 下着仙上 小臣不怕辱 也不惧死 只是担心大王的前途 从乡里到郡县 到处都是相邦的故旧 朝廷内外 又有哪个不是太后的亲信 大王孤身一人 身处陷境而不自知 小臣忧虑的是 如果大王不在了 那坐在王位上的 还是大王的子孙吗 先生 当为寡人客经 得到先生 寡人之大幸 好 最后一杯酒 喝完都走吧 好好活着 不许惹是生非 好 姐姐 此后 恐怕再也无法相见 母亲 母亲 以魏冉为首的寺柜 被驱逐出咸阳 宣太后幽进内宫 秦国战车 又回到了正柜 国内宫 十字幕 宫太后并选择 洋出咸阳 公元前二百六十年 百祁在长平之战中 彻底打败了赵国 秦国从此再也没有对手 白起之名 威震天下 邯郸久攻不下 大王坐卧不宁 寝食不安 我说过 邯郸不能攻 大王不听我的 我能有什么办法 大王有令 武安军即刻赶赴邯郸 领兵攻诏 白起久毕 实在难以胜任 请相邦转告大王 武安军 这是 违抗王 王的权威不能挑战 这是左臣的底线 即使你是战神 白起何德何能 尽敢不服王令 口出怨言 我一看 我一看 你能不能够 我一看 你能够 我一看 你能够 好 我一看 我一看 你能够 白棋何罪于天 竟然落得如此下仇 战国一世 士族战死者打两百多万 其中一半以上与白棋有关 秦昭王时期 秦国大规模扩张 统一天下继承定局 功勋最大者就是白棋 白棋死了 但威胁王权者如野草一般 还会顽强地自身 在滚滚向前的路上 秦国战车依旧可能出轨 众父为秦国日夜操劳 嬴政感激不尽 六国积奉秦国为蛮夷之地 老臣一直耿耿于怀 大王到 大王 天下有才之士 都在众父门下呀 秦昭王死后五年 他的曾孙嬴政做了秦王 嬴政能够做秦王 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 促成这个结果的人叫吕不韦 曾经是一个商人 老臣的门客 经年累月 日夜不歇 今日方能呈献大王 六论 八篮 十二记 二十六卷 一百六十篇 太后特意派落矮来 恭贺相邦 天地万物的规矩 古往今来的势力 都在其中 黄黄大言 应该有大名 吕氏春秋 这个名字如何 谢大王 老臣要在咸阳的热闹之处 发布吕氏春秋 如有人能增加或删减一字 上千金 吕不韦一手缔造了嬴政和母亲赵太后的命运 她甚至将自己的门客烙矮 冒充燕人送给了太后 我听说 咸阳现在是越来越热闹 可怜我两个儿啊 竟然去不得咸阳 孩子们越来越大 纸啊 终究包不住火 偷希望�ей 我的天Do 不是 樱子 爹 上次嬴政来 可把孩子们都憋坏了 我儿何罪 难道要躲在宫里一辈子吗 大王 小人要告密 说 小人与长信侯饮酒 长信侯喝多了 说他是大王的假父 长信侯是寡人的假父 长信侯是寡人的假父 大王别杀我 大王别杀我 寡人不杀你 继续说 小人 小人还听说 长信侯与太后生了两个孩子 太后 就是为了躲避大王你 才迁到了庸长 长信侯还说 他的儿子 要做 要做 王 大王别杀我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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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夏末的手机 不许英证会放过你们 我们是侯爷的门客 不会偷生 人谁能不死 但老外死不瞑目 我的孩儿 老天 为何如此罚我 与太后有情或许不是大事 幻阳门客和图谋反叛最不容诛 落矮面对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王 正儿来了 沐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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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亲 我死了 他们当中 哪个当秦王啊 承儿 他们 都是你的 兄弟啊 都是你的兄弟啊 承儿 拖出去 不杀 不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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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颐承 你 你 你这个天杀的 你这个天杀的 我要杀了你 赵太后 并没有肝阵 他错在生了别人家的孩子 秦王令 吕不韦 你对秦国 有何功劳 秦国封你在河南 十亿十万户 你与秦王 有何血缘关系 而号称重负 吕不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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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续养门客三千多人, 撰写吕氏春秋作为一统天下的施政大纲。 吕不韦没有意识到, 他已经越位了, 他的威权超越了秦王。 越位的代价只能是死。 大王。 大王。 李四,寡人错了。 不能因吕不韦一人, 而责难天下的世人。 孝公用商鞅, 秦国开始强大。 贵王用张仪, 六国不能合作。 赵王用范军, 天下再没有与秦国抗衡者。 世人, 有大功于秦国呀! 大王贤德, 上天因此将大仁于大王, 如今, 灭六国, 如同扫除灶上的灰尘。 秦国, 统一天下的时机, 到了。 大王, 给我三十万斤, 给我三十万斤, 收买六国全臣。 六国, 合纵可破。 敢于反抗秦国者, 以刺客杀制。 大王一统天下的时机, 到了。 大王, 大王一统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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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一统天下 大王一统天下 先祖的大愿 终于可以实现了 李四 依赵书 韩国 灭了 该怎么到赵国了 灭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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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国 灭了 华人要灭楚国 灭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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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剩下 燕国 和齐国了 秦国一统天下的基石 在于秦人独一无二的军工文化 励志清明 猛将如云 苦狼之师无奸不摧 秦人最终统一天下 在于神秘莫测的天命 孝公之后一百多年 秦国战车 一直没有脱轨 直到秦王寅政 分六十只渔猎 完成一统天下的大念 武力 可以一时征服天下 但长久的统一在于文化 在于人心 数百年历史的六国 文化不同 气质迥异 秦国的军工文化 能顺应天下的人心吗 六国灭亡了 天下一统 天命如果不再必有秦人 新生的大帝国 遭遇一个蓝业的教育者 天下一统 结局 又会中文 直到无论 现在就是 的 能够 能够 收尾 赶紧 以来 启 耀 望与行尸 修我割忙 与子同愁 且无意 与子同泽 望与行尸 修我毛巾 与子协作 起流云 与子同上 望与行尸 修我家庭 与子协行 喜悦无依 与子同泡 望与行尸 修我割忙 与子同愁 心悦无依 与子同泽 望与行尸 望与行尸 修我毛巾 与子协作 心悦无依 心悦无依 与子同生 与行尸 修我家庭 修我家庭 与子协行 与子协行尸 修我家庭 修我家庭